我們今天把根與菁講完 當然最後只剩下營養器關中的葉子 我們先介紹雙子葉的葉子 雙子葉的葉子分為三大部分 這一個最大的最明顯叫葉片 再來是葉餅 這兩個大家最熟悉 因為大家常摘葉子知道葉片和葉餅 第三部分大家常忘記或忽略 叫做拖葉 葉子葉餅的肌部兩側 兩個小小的構造 它的功能是保護這個葉子 或保護上面的牙 那這個葉子長出來之後 通常葉子旁邊還會有一個小小的側芽 是以防萬一的 如果這個葉子死掉了 這個側芽可以再整個一個新的葉子 像備胎一樣 好啦 所以這是葉片 然後葉餅 然後拖葉 葉餅旁邊可能還有側芽 那這是雙子葉 所以這個葉片它是網狀賣的 所以很大網狀賣 那其中我們知道葉餅在這裡 葉餅延伸到葉片裡面 變成中間這個葉脈 這個葉脈有名字叫中樂 中樂就是最主要的葉脈 葉脈往旁邊延伸就連到葉餅去 所以葉餅進入到葉片中變成中樂 中樂在分支形成不同的赤生的葉脈 好以上這是雙子葉植物 葉子的切片 就這樣三大部分葉片葉餅跟拖葉 那葉餅基部可能還有一些側芽 液芽 好接下來講單子葉植物的葉子 更簡單了 第一個部分叫葉片很大片 上面是平行嘛 因為這是單子葉植物 而它沒有葉餅 它的餅狀結構變成一片包住了你的筋 這個工作叫葉鞘 葉鞘相當於雙子葉植物的葉餅 但葉鞘呢會包住筋 只要你看到有人被包住 那個包住別人的構造 通常就會叫什麼鞘 像這個葉餅包住筋 這個構造叫葉鞘 好啦單子葉植物的葉子 更簡單 只有兩個構造 葉片附身在葉鞘上 葉鞘會包住你的筋 好下面這個構造為什麼叫結 結就是長芽的位置 而現在這個芽長大變成葉 這個芽就是葉芽 所以筋都有結 結就是芽的位置 筋一定有結 根絕對沒有 然後那個筋的結 的芽就是葉芽 長出這一片單子葉植物的 平行脈的葉子 它長出來的位置 這邊叫做葉鞘 上面叫做葉片 好以上是葉子的外部構造的介紹 所以我們在調節索尾 所以我們要穿這一點 然後我們要穿這一點 所以我們要穿這一點